一件仿制十几年的文物 到底有哪些难点 什么样的经历 让它和金银细功产生了不解之缘 一个手艺人成功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即将为您讲述扬州金银细功的故事 本节目在杨帆手机频道也同步播出 欢迎您留言互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我是主持人祝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江苏省丹图县丁卯桥附近 发掘出了一座唐代的轿舱 出涂了九百多件金银器 是轰动一时 震动了考古界 在这众多的文物当中 有一件后来举世瞩目的金银作品 叫做《轮语玉竹》 这一件文物可以讲是 做工精美 寓意深远 深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沙和 士族的酒文化 可以说有很大的考古价值 出于对文物保护 还有研究的需要 镇江博物馆找来了很多人 仿制这件唐代的金银器 可万万没想到 这件文物前前后后 十多年就没有一个人 能够仿制出 令博物馆满意的作品来 直到来了一位扬州师傅 这个产品的难度 在于就是整体上的设计 在整体的设计上 要注意每个世界的比例 因为元旺它的讲究呢 就是那种风格 所以在那不是过程中 要祝古反古的那种味道 近日记者在扬州486 飞夷聚集区 找到了当年承担 仿制鱼玉竹的负责人 曹国培 往事如烟啊 但是有些事情 却依然清晰 曹国培记得清楚 那是在2003年的一个下午 镇江博物馆的一位朋友 找到他 希望他能够复制 这样一件文物 看到文物资料和纺制品之后 曹国培呢 决定接下这个工作 与以往所熟悉的 金银器作品不同 纺制一件文物 不仅要在比例结构上 达到1比1的复制 在材质的选择 记忆的考究 战客的风格 都要符合那个年代的发展和局限 而不是把它做得精美 做得细致就可以的 对于没有接触过 文物纺制的曹国培来说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这件作品呢 之前也有人复制过 就是说总的来讲 就没有那个 做过防护的那种感觉 达不到那个原物的那个标准 做这件作品不单纯有扎实的基本功 同时也要有美术功绩 分析图稿设计样式 从翻模 焊接 敲行 到战客 镂空 拉丝 压光 镶嵌 为了能够一比一地仿制出这件作品 他还查阅了古籍 参照唐代赞客资料 与样品进行比对 修正 2004年 曹国培克服了种种困难 终于向镇江博物馆交付了这件 论语 玉竹的仿制品 那么曹国培这手上的功夫 是如何练成的呢 这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什么样的经历 让他和金银戏功产生了不解之缘 一个手艺人成功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广告之后 继续为您播出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为您讲述扬州金银戏功的故事 扬州五彩世界 位于扬州新崛起商圈 精华明月乎商圈 汇聚新区商住 办公 娱乐 服务 文体等全方位配套 万般繁华 与此其末 走 你认为这个废物能保护你吗 它从小到大被我欺负 它能保护你 就不叫吃屎狗了 走 走 你敢追出来 打断你的腿 放开我 老师 新奇有趣的动画片 精彩三尘的科技馆 充满魔法的科里科外实验室 参与趣味问答 还能获得小惊喜哦 更多欢乐 更多知识 竟在每晚五点三十七分 七彩流方 什么样的经历 让他和金银戏功产生了不解之缘 一个手艺人成功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为您讲述扬扬州金银戏功的故事 要说到曹国培和金银戏功结缘 就得说到他小时候 与大多数飞誉传承人相似 曹国培也出生在世家 他的父亲就是扬州银楼 做金银加工的师父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 便进了厂 从事金银戏功的设计工作 小时候呢 曹国培在父亲工作的时候 就站在旁边看 看他父亲设计手稿 画出各种造型 拿着颤刀小狼头敲敲打打 耳濡目染之下 他呀 对于手作与绘画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一看 得 这小子你感兴趣 我就教给你吧 在工作之余 就教他一些绘画知识 就这样 曹国培后来上了小学了 或一到学校 他可是站路头角了 这有什么地方好市场呢 学校做这黑板报啊 什么墙报啊 写美术字啊 画个画呀 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别的人呢 放学了 去看电影 去玩去 他一个人在宿舍里边 静静地作画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的美术老师 实际上给我带来了绘画方面的一种启蒙 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绘画 不像现在的幼儿园时期 从小就有很多的美术培训课 在我们那个年代 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条件 所以在为我的老师 他的绘画风格 包括教我们的这些美术课 从内心中也深深批复我的老师 所以我也在当时历史年代背景 也相当于一种启蒙方面 觉得我的老师绘画相当好 我以后也想当个画家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在我以后的工艺方面 也有了一定的帮助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受业于我的启蒙老师 1982年 曹国培走出了学校 走向了社会 和当时许多的工人子弟一样 子传父业 进了扬州金属工艺品厂 跟着厂里的师傅 学习金银细工的制作 从对选料性能的认识 工具的运用 繁模焊接 敲行的基础技法 再到赞客 镂空 拉丝 再到烧篮 压光 镶嵌 平常人需要花上一年 才能够完成的学徒期 曹国培只用了半年 就已经能够完全掌握 俯视不露托 侧视不能斜 焊接要平滑 棱角要分明 没有错刀痕 比例要均匀 暂刻图案清 虚实运用精 按照师傅们的说法 一件好的金银细工作品 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之外 还需要匠心独运 什么叫匠心独运啊 就是说呀 你不能死罩稿子 衣葫芦画瓢 在制作的过程中 很多细节部分 需要用心去感悟 在反复的敲打和琢磨当中 不断地去揣摩修正 实现作品设计的初衷 那时候呢 就是我很羡慕这个高 中文搞手册设计的 这个产品图案设计的人员 他们有自己多类的办公室 还有自己多类的发挥想象能力 愿意吸取做自己的这个 喜欢的作品和市场上 所需要的产品 所以当时我很羡慕 在这个情况下 由于这个 以前有一点美术功底 但是不是太全面了 所以我也加强自己的 这个美术方面的 这个文化上的学习 所以说呢 当时我们那个寒江油调厂 这个搞一个美术平行盘 当时我的这个老师呢 他是难以备的 所以在他们工厂内部 搞了一个美术平行盘 利用这个晚上上下班的时间 教本厂职工进行强化 他们的美术方面的设计 预料方面的设计制度 我呢也莫名到了那里 也报了这个名 后来由于这个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有的人支持坚持下去了 有的人没有坚持 最终想来这个班 也就趁我一个坚持下来了 所以我的这个老师呢 我也跟着他 这个向他学学了 他也知道我 向他讲经三年 凭借着扎实的功底 和过人的美术天赋 年轻的曹国培 很快在厂里是脱颖而出 1984年 厂内设计工作室 内部招聘当中 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 正式成为了一名设计人员 经由他设计生产的金银戏工作品 造型美观 设计感强 送到北京参加外贸展览的时候 总能够为公司带来大批订单 当时那个七八十年代 我们的单位呢 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出口外贸的 所以在计划经济时期 所以都是外贸多 国内是不销售的 所以我通过这个医教学习 吸收了老师的方方面面的指导 所以要在创新设计上 要大胆地集合于国际市场 因为我们的这个作品呢 就是平时的设计 都是局限于国内的一些传统模式 所以说我们在创新设计中 需要利用中国的传统方面的风格 同时要吸收到国外的 这个先进的创新理念 所以在这成品设计中 需要注意这方面的世界 本以为呀 生活就这样顺顺利利地过下去了 可是世事难料 1998年工艺厂因企业改制 户籍制度改革 农村户口的曹国培 只能离开工艺厂 同辈的师兄弟中 有不少下了海改了行的 但他却笃定地坚持了下来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依靠着为个体户设计样稿和开模 维持生计 但是因为样品设计得好 口口相传 当时几乎扬州所有的金银店 都找他设计样稿和制作模具 2003年经过老领导的推荐 曹国培承担了镇江博物馆的国宝 及文物论语欲竹的纺制工作 历史一年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做到了博物馆仿骨如故的要求 节目的最后 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出一个小问题 曹国培纺制的这件文物 叫什么名字 知道答案的朋友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把答案发送到海西头微信公众号 有机会获得由九地红木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我是竹乐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